多的,那你知道坏掉怎么办吗? 找工作啊 怎么找? 打电话 可能要打1999吧 其实报修好简单 因为人有身份证,路灯也有 如果你仔细看,在路上这一盏盏的路灯 上头都有盯上一个黄色号码牌 而它就等同于路灯的身份证字号 上头还有QR Code 拿出手机一扫 就会直接进到路灯管理系统 不但有它的基本资料 像是路灯位置、灯泡材质等等 另外还能够快速报修 一般来说通报路灯维修除了1999之外 其实还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可以依照路灯牌上面的 这个语音通报专线0800来拨打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用手机 直接扫描QR Code的方式 然后第三个就是去网路上 登陆新北市路灯维护管理系统 如果有号码的话 可能就把路灯的号码 跟他讲 他可能就知道了吧 我不知道 他不会觉得如果像这样的话 还蛮方便的 最好是不要坏最方便的 坏了就不方便了 因为我很少遇到这种状况 所以不知道说要怎么去处理 只知道说我可能就是要去找区公所 路灯好重要 尤其晚上照明对于夜归民众走的也安心 只是路灯不亮了怎么办 打电话上网都可以 照你觉得方便 不过这时候路灯上头的号码可是很重要 因为有了这组号码就能够让全责单位 维修人员明确的知道 究竟是哪展路灯坏了 因为光是报路名地址 但也许到了现场附近路灯有不少展 但是有了这组号码兼具定位功能 让故障报修更快速 路灯当然也能够早点的回复照明 依规定24小时会维修完成 目前那个本区的路灯已经全面更换为LED 然后这个路灯牌也在104年 已经全面做了一个更新 然后如果说民众通报路灯要维修的话 我们会在24小时之内完成 还有一点就是请民众在通报路灯要维修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边有那个路灯牌上面有这个路灯编号 请依这个路灯编号来通报给我们 每一个路灯牌都有定位 所以你给我们路灯编号的话 我们可以很快地找寻到它所在位置 做一个最迅速的维修 能这样是最好的啊 因为毕竟是路灯嘛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所以你觉得24小时其实还蛮快的不对 对 蛮快的 接获故障通报之后24小时要完成维修 这样的效率民众很肯定 而也许民众也会好奇这组数字代表什么呢 其实也不难就是全折单位的划分 在本区的话5通常代表的是路灯 就是一般我们道路旁边的路灯 然后7开头的数字的话 通常是代表是公园灯 然后8跟9的话代表都是一些高滩地啊 或者是一些那个河滨脚踏车步道的景观灯 或者是那边的路灯这样子 对 通报的方式都一样 然后通报到系统之后我们会自动分配给所属的 亮起来就像惠玲锡纸采访报报道 就像惠玲锡纸采访报道